跳舞 好這邊要推薦一些 入門的遊戲 大家要來 不管你的智商 年齡種族 什麼 我們都不管 你一定就會玩的遊戲 就是這個了 我要先介紹的是這個 叫做 超級犀牛 它就是一個建築的遊戲 像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你的房子跟窗口 依照裡面的形狀 放上去 倒的人就輸 像我這樣子排好嘛 但還沒有完成 什麼樣叫做完成我的回合 再蓋上一張 房子卡 然後就到下一個人 倒的人就輸 讓他倒的那個人就贏 然後輸的那個人 也是一樣啦 軟棒伺候 然後就依照裡面的那個 那個形狀 然後往上蓋 這遊戲其實我建議在 沒有不要開風扇玩 或是風大的地方 我曾經有一次跌到很高 然後我自己 我笑了一下 就掉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剛剛沒給你們看 這裡 是不是有個犀牛的標誌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超級犀牛 這時它就出現了 你要把犀牛放在上面 那個標誌就是要放犀牛的 就是要放在上面 放犀牛 然後我再蓋一個 就到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又有犀牛的標誌 我要從這邊 拿出來 再放上去 對對對 越高越可怕 因為越高你的手 你可以看出那個人的穩定性 對 這遊戲其實最主要是要看 你有沒有阿茲海莫走 不是不是不是啦 是那個怕金聲啦 我手 手會不會抖 如果你第一第二層 你手已經開始抖了 恭喜你可能是初期 怕金聲 哈哈哈 這個叫做字母烽火輪 看起來很簡單的遊戲 對不對 這個很很簡單 我們這邊下面有個題庫 下面有個題庫 隨便拿出來好了 譬如說 電影 電影 然後我就要講 所有的電影的名稱 然後這個要開那個 對不起 它要算時間 開始電影 什麼電影 但你不能夠隨便亂講 這邊不是有啵啵啵啵啵嗎 有注音 你要跟著那個注音 第一個字喔 或者是英文字母 電影 我先好了 電影 準備 開始 Captain America C嘛 到下一個人 到你到你 習慣是哪一個 B 不一定 可以注音 可以注音 也可以注音 英文字母 對對對 時間到了 就到了 動物 動物的主題 好 開始 Cat 動 你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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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要按 Elephant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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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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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8 那这游戏要怎么结束呢 就是当我的这个三角椎一路走 走到终点的时候 当一个人把四个不同的号码给走完 占领了之后 这游戏就结束了 要怎么往上爬呢 接下来我们要必须一直丢骰子 继续丢 哎 现在又有组合又有6 好 又有8 太好了 我又可以再走一步 6和8 再继续丢 停不下来 一直丢 丢到 又有8了 又有8 再走 然后7 这时候呢 如果你有组合 你丢到什么组合 你有的放 你一定要放 所以我就放在7 放错了 放在这里 所以6 7 8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2跟12的格子比较少 因为2跟12的几率比较低 所以很难丢到 这样子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往下丢的时候 你没有丢到6 7 8 你的骰子组合不到这三个数字的其中一个 你就爆掉了 你就要重来 回到起点 对 如果你担心的话 你现在就说 我怕死换别人 这时候我就 就用我代表自己颜色的三角锥放在上面 然后就到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用的时候 同样都是用以白色的三角锥为主 这样子 游戏蛮简单嘛 对不对 但难就难在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要停手 这样子就确保你下一次 到你的时候 你的起点会是在这三个 我玩这个不一定 我会看气势 对 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赌性坚强 对 你看我就知道 从新加坡大老远来到台湾 就是当艺人当歌手 赌性坚强啊 一般人就是 我留在新加坡 安分手 挤在那边 对对对 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冒险 我就是一个赌性坚强 但是赌不赌的 倒是另外一回事 哈哈哈哈